早期重化的农水路配合当时农业环境需求 农路宽度仅约2.5到3公尺 而且路面没有铺设碎石集配 加上年久失修影响农业发展 早期75年以前重化的农水路配合当时农业环境需求 农路的部分仅设置宽度只有2.5到3公尺 路面都为辉识的碎石集配 还有相应的几排水路多年久失修影响农业发展盛居 本计划主要是针对这些疏失进去更新改善 以增加农水路的功能符合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需要 为此县长林之庙就任之后 就积极要求相关单位进行改善 自108年起陆续进行179件的农水路改善 112年更向中央争取7500万的经费 进行53件的农水路改善 目前已经发包施工 预计明年春耕之前完成 现场上任以来 非常重视农水路的建设 只是我们地震处要针对农地重化区后 农水路的改善工程要进行多加努力 我们也深深农民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今年度也编列了 争取中央农水署的补助 也争取了7500万元的经费 然后办理各乡镇的农水路的建设 目前均已经发包 AC的部分都已经预定在这一周可以完成 至于说农水路改善工程要配合工期 预定在明年春耕之前 然后给其他能够给农民一个良善的生产环境 地震处指出 以往农水路仅提供农耕工具出入使用 但是目前的农水路兼具交通功能 因此改善工程涵盖护栏 让路线以及反光标志等等 来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